大姐生孩子她拿一万 她有孩子 大姐只拿点奶粉 欠的六万是一口不提 前段时间 强子的媳妇生了一个女孩 老家的人很高兴 都送来了祝福 几天前 强子的大姐从外地坐车回来 也得强子送过去了祝福 当然 她也送过来不少奶粉 那奶粉上面都是英语 强子知道 这是大姐买的好东西 不过这个时候 媳妇一直让强子 跟大姐说那六万块钱的事情 可是强子想了想 还是决定不说出口了 毕竟这是自己的大姐 她不还 那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处 大姐在这里住了几天 教强子如何照顾宝妈 照顾孩子 也教了强子很多东西 不过做饭的事情 大姐都是一点点教的 看强子学会得差不多了 这才放心离开 等大姐走了之后 那些奶粉也喝得差不多了 而最后两罐 强子发现了不对劲 也知道了 大姐为啥没有还那六万块钱 依强子的大姐 其实不适合她同父同母的大姐 大姐亲亲 是大伯家的女儿 也就是强子的堂姐 从强子有季开始 堂姐就跟奶奶生活在一起 当然 很多时候 堂姐也会住在自己的家里 她从来没有见过大伯大娘 只是从母亲嘴里 听说过关于他们的事情 那些年 大伯还是很能够赚钱的 她家里有三轮车 有抽水泵 但凡是干庄稼的装备 她家几乎都有 大伯为人热情 所以很多时候 村里有谁找她去帮忙 大伯都会去的 强子听奶奶说 当年就是大伯介绍强子的母亲 跟父亲认识的 这才结了婚 而且据说 大伯在强子父亲结婚这件事上 没少处理 大伯家过得也算是不错 但是就在堂姐八九岁的那年 大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查出来了问题 从医院出来后 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按照强子父亲的说法就是 那个时候的大伯 就是在家等生命的终结 可是大伯一直不放心轻轻 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看了在院子里玩耍的轻轻 眼泪止不住地流 那个时候 堂姐还没有什么意识 就只是知道 大伯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出去打工 天天在家坐着 问得自己奇怪的问题 后来 大伯还是走了 大伯没走多久 大娘也就改嫁了 改嫁之前 把家里的三轮车 出水泵 摩托车啥的都给卖了 强子听母亲说 当时大娘改嫁的时候 是准备带走亲亲的 要不然也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卖了 但是后来 强子的父亲说什么都要把亲亲得留下 就说当年差点打起来了 但强子父亲不肯松手 这才把亲亲得留了下来 自从这以后 亲亲就跟着奶奶生活 后来 强子也慢慢地长大 也会常常跑到奶奶的那个院子里 找亲亲玩 两人就这样 关系一直很好 强子的父亲一直保持一个习惯 就是每年过年回来的时候 都会得亲亲买衣服 那一年代 大家的衣服都是缝缝补补 或者就是亲戚穿剩下的得送回来 但是说实话 亲亲的衣服 基本上都是比较新的 很多都是强子的父亲得买的 强子的老爷和舅舅 都是在急镇上做生意的 因为离得比较近吧 强子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去姥姥家 每次回来的时候 都能够拿到好多好多吃的 强子回来的第一件事 不是回自己的家 而是去奶奶家找到亲亲 然后把带回来的零食 全都给亲亲吃 强子的母亲手工活很好 她有时候会从急镇上买一些布料回来 自己裁缝一下 就是一件不错的裤子或是上衣 亲亲那些年 没少穿绳子给做的衣服 二堂姐亲亲一直在上学 上学的费用都是强子的父亲出的 她的成绩还算可以 但是在她上初三那年 就没有再继续上学了 强子那个时候在上小学 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就问她不上学要干嘛 当时亲亲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就是单纯的不想上学了 多年后 强子也或许是想明白了 她不上学 是不想成为父亲的累赘吧 初三堂姐就出去打工了 听说她去过大娘那边一段时间 后来自己又出来找工作 去过服装厂 也做过美甲 还做过销售员 干的工作很杂乱 堂姐每年都只有在年底回来 陪奶奶过年 几年下来 堂姐攒了一点点钱 就把奶奶住的那个房子 给稍微地翻新了一下 与其说是翻新 倒不如说是修补 西面连接南面的这两面墙 都已经塌了好多年 一直以来都没有修缮过 而且房顶也漏雨 墙子小时候也会住在奶奶这里 夏天的时候 半夜能够被雨淋醒 那房子似乎哪哪都能够下人 袋子潮乎乎的 清清早就想把房子得修一下 但她虽然出去打工得早 可手里一直没存下来钱 所以就一直这么将就着 后来奶奶有一年夏天 等清清姐打电话 说家已下雨了 哪哪都是水 没办法睡觉 说着说着 奶奶就哭了起来 清清在电话里也哭了起来 但是没办法 她确实没钱 也就是从那之后 她开始慢慢地攒钱 没买过新衣服 没吃过什么好吃的 为了省钱 她自己卖了很多面 下班后自己做饭吃 拌菜就是散当或是咸鸭蛋 就这么坚持着 一直坚持了很久 这才攒了一点点钱 日子慢慢地过 房子慢慢地修 几年下来 也算是把房子的事情得弄好了 后来 强子上了高中 清清就跟强子说 如果缺钱 记得跟自己要 大钱没有 小林花钱还是有的 其实 清清是在担心大叔 大叔不单单只有强子 这一个儿子 他还有一个儿子呢 这压力多大 不用不说了 不过强子下来也是稳定 他打电话跟清清 基本上就是说说学习的压力 问问清清再来过得好不好 别的也就没有什么了 这些年 家里一直有人给清清说美 但是他总是说自己还小 不想相亲 其实只有强子知道 他眼光高 想要嫁一个条件好一点的 只是这条来条去的 眼睛都挑花了 人年纪也大了 强子大四难年 清清终于结婚了 他没有嫁很远 房子买在了市区 这样回家看奶奶 也方便了很多 后来 清清就有了孩子 强子刚工作 手里没有多少钱 就给他包围一万的红包 不过强子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 让他去照顾一下清清姐 至少让他婆家人知道 她是有娘家人的 三大姐清清坐完月子 没多久就出来工作了 她知道自己不工作一天 就要过手心向上的日子 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 后来 清清跟强子借了六万块钱 说是做生意 等周转开了 就把钱的还上 强子二话没说 就把钱赚了过去 还告诉大姐 不要着急还 等自己需要了 会找她要的 其实这样说 是为了让大姐心里 不那么着急 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只是没想到 一元多好年过去了 这六万块钱的事情 是没有再提过 这几年 大姐有时候 或打奶奶 接到她身边住上一段时间 然后再送回农村去 也有时候 在春节的时候 大姐一家三口 会回来过年 她那一家住不开 就会住在强子家里 不过这种事情 以前大姐上 初中的时候 经常发生 包括后来 她出去打工了 每年过年的时候 回来 也都是住在强子家 因为那个时候 强子家一截 安装了宽带 当大家还都是 蹲在邻居家 墙角跟蹭蟒的时候 强子和清清 都可以在被窝里 刷手机了 慢慢的 强子也有了 自己的家庭 也有了自己的生活 她和清清联系的 也就更少了 这期间 媳妇不止一次地 让她登 清清 要那六万块钱的时候 哪怕提嘴 不要这些钱也行 但 强子总是半推半就 她说 大姐不还这些钱 肯定是没有主状态 她如果有钱 是一定会还上的 媳妇被她说的一句话 也说不上来 就只能生嫩气了 一直到强子媳妇 生下了孩子 清清赶了回来 那段时间 都是清清在照顾宝妈和宝宝 强子第一次做父亲 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当然 手忙脚乱是常态 清清就一点点地教她 一点点地嘱咐她 所有的事情 都是她做一遍 再带着强子做一遍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 同病房的人都以为 清清是女方的大姐 后来打听才知道 是男方的大姐 还是堂姐 她们都精泰有这样的堂姐 真是幸福 强子此刻没有想太多 毕竟小时候 他们都在一起生活 后来都是互帮互助的 再说了 她没了父母 自己的父母 就是她的父母 这不就是自己的同胞姐姐吗 这期间 强子的媳妇 还是想让强子说那六万块钱的事情 这次来 送点奶粉就算满了 媳妇开了大姐送过来的奶粉 有点心不甘地说 也确实 人家送这的送纳的 也有送银手镯的 也有给红包的 可是这作为大姐 只是拿了几罐奶粉 这似乎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想到这 强子就更加不肯张口了 她知道 按掉大姐的性格 在这种事情上 大姐不可能只送点奶粉的 不过真的是这样 那只能说您一件事 那就是大姐遇上了难处 所以这段时间 她一直在照顾着孩子 难道是想以此来弥补什么吗 强子没敢多想 也不想去多想 反正现在的日子也算可以 如果这个时候 大姐真的是有难处 自己又张开这个嘴 那不是让大姐更加为难 这是漫漫不可的 就这样 一段时间后 大姐也要回去了 她说生意上的事情真的很忙 等忙完这一阵子 就过来再看谈弟妹 如果奶粉不够吃 记得说 这一次 强子也没有需要那六万块钱 四 奶粉吃的 就剩下最后二罐了 这个时候 强子打开其中一罐 却发现 这是一个打开过的奶粉 再往里面一看 是一个钥匙 下面还有一封信 那清秀的笔记 一看就是大姐写的 看那信 强子内心无比复杂 强子 姐借了你六万块钱 这几年了都没还上 你生活上也是比较困难 却没有催过我一次 我很愧疚 生意上 都是一环扣一环 刚有点钱想还你 可家里又出事了 就这么一直转动着 没有还的你 你结婚了 没有买房子 我大叔压力大 我也知道 所以我在攒钱 这个房子不贵 下面记得 等你媳妇身体恢复好之后 咱去过户 信的结尾 是一个字 解 强子看的钥匙 看的这封信和上面的地址 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 她知道大姐的不容易 大姐知道她的艰难 虽然不是一个爸妈 但这感情已经顶得过所有亲情了 大姐心里一直装着自己 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自己 亲情向来如此 不表达 却深深地爱着 尤其是从小一起长大了人 那感情自然是深厚的 不是时间能够磨灭的 希望这样的亲情 能够在你我身边经常出现 再加上自己的地方 现在 请记得俩试试试试试试的